一人王思佳的母親布蘭妮 聽著王思佳說著感謝的話 不禁流下眼淚 長期服務身心障礙人士的 育成基金會 今年邀請一人王思佳 擔任母親節公益活動代言人 而母女感情相當好的布蘭妮 也陪愛女一起代言公益 而且兩人都是分文未收 無償代言 那因為媽媽她自己本來就是一個 也很愛做公益的人 然後所以那我就覺得說 今年的母親節 如果可以跟媽媽一起做公益的話 其實我覺得也滿有意義的 希望說鼓勵大家 所以媽媽也大家都能走出來 然後大家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五月份感恩月 育成基金會與全球第二大掃地 機器人公司合作 推出珍愛媽咪 暖心傳奇公益活動 希望能夠盡早 籌募到第二家園的建設經費 這一次的活動晚結束之後 那我們會跟育成中心 那邊持續合作 就是說我們還是可以 以贊助我們那個機器人的方式 可以來協助他們做一些 可能要重建屁股中心的活動這樣子 一個機構最好就是50個人的規模差不多 因為這樣子老師 然後還有整個照顧的品質會比較好 可是如果用50個人來算 如果照現在的政府的要求來講的話 50個人至少要有1000坪才夠你知道嗎 所以這樣子的話如果算起來 費用真的是要好多 這次的公益活動 贊助商大方捐贈50萬元的掃地機器人 消費者只要捐款13800元 就可以帶走原價27780元的 一大一小掃地機器人 除了做愛心 也可以當作最棒的母親節禮物 凱布大台北書新聞曹德華 採訪報導